哈喽大家好,我是方大师,欢迎收看本期大师观众,来观众一把乌鸦佐绝活小提琴,冒险家前锋先知佣兵 一套非常常规且强度还挺高的一套阵子 而且没有,直接走,扭头就走,第二个刷点来找这边的先知 先知蹲,找到先知这个局,我觉得小提琴家已经是偏向于一个能保平了 跟弦拉,飘,这没拉中 这跟弦拉是拉得很好,但是没拉中 没关系啊,这边再插一个眼,架住,然后拉弦,追一刀,怎么地 我觉得这里鸟至少要交的,冲住,一拉,又没拉中 鸟交掉,这波有点亏啊,它这两根弦有一说一拉的,其实感觉很好 感觉都是要中的那种,但可能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差了大概,对吧,0.1毫米的那种感觉 弦在逢交互点,先脚拉,追一刀砸头,有狮子这块板子下的精彩 问题不大,问题不大,能找到先知 其实我觉得,虽然说这先知牵制了时间还是挺久 但是,穷者不好赢,诶 这根弦为什么又没有中啊 好,中了,拉个头,拉走,这先知估计都吸出半只鸟了吧 这个时间点,交音符 抽搭,抽中,还行,还行,还行 因为这个时间点,外面凉猛的,的话,这根弦符继续了百分之八十啊 差不多,这边,幽民短一点啊,这里,猫野家是挖了一本书业 看谁来依旧吧,旧,还是得救啊,这刀是人不救,直接过半,那穷者一点,一面没有 救了呢,前锋这边如果发挥的好,有一面,如果发挥的不好,救不下来,或者说是一个双脑,那这就小提琴百分之胜了 找到前锋,这个身位拉的有点远,前锋这边可以直接拉球 看这根弦,看这根弦 直接拉,拉中,好的,过来,追一刀,打中前锋,nice 那红圈前锋,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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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你敢打我红圈 我让你见不到这个先知,无穷动开一波,前锋,要不要来第二波,想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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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撞,没撞上 没撞上,这个先知的话,交互点这边,先拉,nice 好了,那小提琴家有的赢了 这一波打完,应该是一个小提琴家文宝平局真剩的一个面了 挂在一个没有交互点的角落 这波挂感觉是劝退啊,就是让你别来救了 对吧,我现在二接,你来救,这边没有任何交互点,救下来没太大意义 最多卡着我,然后这样的我还没打一波,看游兵救不救吧 游兵想救,想救的话,弹护必过去救吗 弹护必过去,直接到脸上,这根弦,拉,拉中的是先知 追一刀,没追作,还得补,没打上,可以 无伤救下来的话,还行,这波是互亏的 因为这波在没有交互点的一个点位上面 其实小提琴家,别说打一刀,我感觉打两刀都有机会 放人家手上面有一个100%的输液,可以秒掉一台电机的 等于说现在差两台,可以秒掉一台整机 前方这边,翻个箱子 傭兵修一台,意味着傭兵这边要作为一个牵制点,来抓我 傭兵现在秒掉一台,补掉一台,再秒掉一台,差最后才电机 求生者还有得打,但是求生者这边剩下的道具是不太够了 就是如果说小提琴家能够稳住,然后把这边的求生者的道具慢慢的耗空 应该是一个多抓的面,应该是一个多抓的面 前方这边也起,但前方摸了道具不是这么好,摸了一根针 剩下来外面的人逐渐已经是白板化了,全是白板了 只能寄希望于这冒险家了,冒险家能不能修快一点 两个猛男想要修还是有点辛苦的,这边应该是打一下然后走的吧 要不然拉到这边没有电机了,闲,拉住,无穷动,开 有机会追一刀吗,去,一刀戳,打住,可能要传送了 再不传的话,电机可能就给修开了 再看电机,再看电机,看到了,接船 要守电机的,要守电机的,闲,闲,闲,拉,没拉住,无穷动,开一波 躲掉,打一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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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后回升了 这里前锋现在不走,待会可能会被流,赶紧拉走 对,他只能赶紧拉走,这电机不能摊的 现在就是寄希望于前锋牵制一会儿,然后傭兵摸根针什么的 傭兵是非常需要这根针的,翻一个什么道具出来 傭兵翻了个户壁,户壁的话,用当然是有用,但是没有一根针的效果好 拉一根鞋,漂亮,华尔家外面重启电机,62秒下一个传送 穷者这边已经,已经快被炸干了 优兵可以卡着救人,华尔家压击,但是这里打音符的话可能能干扰一波 这电机不一定出得来,这波电机不一定出得来 还有40%的电机 如果说要救的话,就压好电机的话,可能应该是过半了这个前锋 如果说这边守电机呢,可以找机会把人救下来 看,主要是主动权在小天家这边 他想怎么样,他想防守我们的电机 可能可以压好,然后救人 要过半,这个鞋,没打错 无穷动先开 打一刀,用兵一个护壁弹 刚好过半,这里15秒钟下一个传送 这护壁不弹吗? 这护壁不弹的话,这边弦可能好了 上挂飞的 弦 密码机压好了,呦,漂亮,漂亮,漂亮 这电机压得刚刚好 但是是上挂飞的前锋 这边传送有,还是一个多抓面 两个人都是一刀没 用兵一单护壁 跑一个吧,跑两个有点难了 这里可以先堆着佣兵打 然后看情况交传送 他的一个地窖应该是很清楚的 因为刚刚去四号机的时候应该看清楚了 这边没有地窖的话 在这个点位压着佣兵是一个B3抓 虽然是前期抓这个先知时间上面慢了一点 但是毕竟小天家打这道阵容 我觉得抓到先知的还是不太好说 还是分析的很正确的 大家发现没有,并没有出现意外的状况 东东一开,游民,护壁 一刀 这里跳护壁出门是不太现实的 因为人家有传送 就给你减速减上了 然后你到门边我传送一手就好了 甚至传送就不用压在这个底上一根鞋一刀就可以了 完成一个三抓 感谢大师看,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